现在你最大的challenge是什么 那你看到阿里巴巴也有什么challenge 刚才你讲你是海龟 我说海龟一定要淡水养殖 土边一定要海里放一放 只有杂交混养才有机会未来 千万不要觉得我海龟回来 我就把西方或者外面世界上的东西都懂两码事情 我们国内的人如果你是本土制造 必须到全世界去走走 我是100% made in China 海龟回来的人一定要了解自己的根 了解自己这个国家的文化 了解自己这个国家的民族的特性 了解怎么跟中国的土人打交道 没有专业不灵的 sorry can I ask you a question 英语 is low ok ok 就是我想问 中途世界的东西是什么呢 什么 中途世界 为什么要中途世界呢 没有我只是想要告诉你答 好吧你告诉我答 it's charming 我不懂英语抱歉 魅力 你能不能买一番呀 有一些项目和国外合作吗 我有啊 但是他们 我现在都要求外国人带翻译过来 我觉得 我觉得作为一个 他英文很好 我很佩服 我因为我英文很差 但是呢 我们公司 不太需要把中文和英文混一块说 第二的我们也没有必要要告诉外国人 我懂英文就怎么样 我也不需要告诉我的同胞 我懂英文我比你高 我是英文 优质 贼 非